亲自进去是头一回 电子的物料 电动电阻以及芯片 通过每一个不同的工位 把它这种组装起来 知道伴们你们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5月9号 我现在是在珠海 作为纽格斯的单元人 我这次来到卫科科技 也就是小天使纽格斯的总部 这次来主要是为了 开设一些新的宣传素材 以及演示的这样的视频 正好借着这次机会 带大家逛逛全国 甚至是在世界都排在前列 去做调音表节拍器的品牌 包括效果器 他们都是怎么制作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 也难得的机会 带着大家来跟我一起参观一下 希望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那么走 咱们现在就去逛一逛 4年前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 我当时也来过一次 不知道是不是最大 但在我看来 这个公司 这个工厂的规模 已经非常大 主要的这栋楼 是一个7层的楼 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的6层的一个篮球场 在节目的结尾 咱们一起打打篮球 从这个过到过去 这边是我们的班师 然后那边的就是产线 三个楼 后面还有一个 但是那一栋主要是宿舍为主 整个研发在这边 这边就是生产 所有的生产 几乎在这里 来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的核心部门 瞬间变成生产员工有没有 换好衣服就可以进去了 要在里面等一会 对不对 要出空 好嘞 这里就是我们的 SMC生产车间 我们公司Nilk 所有的效果器的那个 PCB板 就那个电路板 连上里面的那个 元器件和芯片 所有都在这里 自动化生产出来 然后呢 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测试的流程 确定百分之百良品 然后呢 才会到下面单楼那里产生去组装 这是整个基本的生产的流程 你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生产的电路板 那上面那个电路板的模板 你可以看到 那个机器在把那个里面那个元器件 非常小的电容电阻 以及IC那些分别 每个位置 非常精准的把它给贴上去 现在正在生产的是我们公司的电子钢琴的电路板 电子的物料 所有的那个电容电阻 以及那个芯片 元器件从这里来 然后呢 一个个固定在那个PC板上面去 这是另外一条线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这边的这三条线是SMT 这三条是一模一样的 全自动的 主要是生产我们的大的 呃 像效果器啦 电缸啦 那些比较复杂的 有DSP的 这边这里会有一条拉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边是生产我们小电子品牌的那个小一点的PCB板 这个黑色的这个 就是它的主要IC 把它帮钉在这个小的PC板里面 Tuner 类就是那个 交易器 嗯 好的 当你生产出来那个成品以后呢 它有个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测试 要是品质测验 实现实的地方 就在这前面 哈喽 我们参观一下这里 拍一点东西 这里面主要是我们生产出来成品以后 譬如说这里会有各种音箱跟电骨 然后呢 在里面进行那个出厂以前的检测 这边是电骨 对 这里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测试的那个仪器 以及规范不同的类别 就会有不同的测试 嗯 来 我们来里面 来 卡一下 里面就会稍微吵一点 因为里面是各种的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的老化 非常多 这是我们最新款的音箱 然后还有成群的节拍器 这是我们测电骨测试那个寿命 嗯 那个打多少次它会松 就会调 这个每一个都会在这里测 这里会有那个沿路的测试设备 里面是真正的盐水 高温的盐水 在里面去测试里面所有的东西的 付着力啊 可靠性 沿路测试 然后呢 这边会有各种全自动的设备 来测试那个按键 你看那个机车给上山上山上 团结测试那个按键的寿命 能按多少次都好 是能有棉核标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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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设备它是很有意思的 在包装跌落测试 哦 不会模拟到这么高 它真实的跌下来 是否足够的结实 这都是有完全的路里标准的 里面是那个高温测试的东西 里面真正的是烤箱 它会达到最大最大的温度 还达到80就是100度 好嘞 比如说这里还要有那个冰冻的那个实验 是零下几十度 在里面48小时啊 那我们往下一环节 好 这里的五楼这两条线 是我们主要的那个音箱生产的地方 这是可以转的 然后你这个功能这里可以操作它 现在正在生产的是我们的 Mighty Light BT MK2 就最新的版本 对 那个SMT的产线出来的东西 就是到这里面来 进一步的焊接 连那个壳装在一起去测试 完成所有的工具 三楼 这是我们主要的那个生产场所 整个这个三楼这个空间呢 主要是生产 NUX的效果器 就是那个单块类的 以及那个电骨 田园表 解排器 几乎都在这里面 我们最多的时候是 这里一共有八条生产线 我们可以带来看看 刚才我们在楼上看到那个 PCB版生产完了到这里 就是这样子的 通过每一个不同的工位 把它这种组装起来 我们这里是第一个位置 我们的调音器里面的蜂蜜 蜂蜜器 那个蜂蜜器是决定 它那个较阴精度的 那个关键的研究件 然后把它贴上去 到了最后这里 就会组装成成品 一条链 首先做一下来 整个到了这里 就会变成一个 一箱一箱的成品 像在这里 然后我们往后面走 这一个肯定会有人敢进去 因为这个在生产 我们的招牌产品 MG30 像有器 现在装出来的 最终的位置在这里 其他实音器类的产品 EQ产品 GT-4 这里就会有那个测试的工位 专门去测它每一个的 保证它所有的运作都良好 我们这里还有一条 非常有意思的生产线 嗯 节拍器 对 因为呢 那个小天使是那个中国国家 节拍器的起草单位 所以说我们这里会有 这样的独立的一条线 生产这个机械的节拍器 成封闭的 这条线 产生在我们这里非常特殊的 这个就是那个节拍器里面 灯 那里小铃铛 就这个 运气件 我们还生了最后一环 就一楼 一楼 这里 巨大的空间这里面是生产 我们公司其中的一部分的金属 的纯金属零件 就在这里生产的 冲压车团 这里就是我们冲出来的完整的零件 这个就从那台设备里面生产出来的 元气件 那个键盘里面用的一个元件 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呢 它们交到我们的下一步要去电缸的产线里面 然后再看看是怎么把它生产出一个成品 看了感觉怎么样 好玩 没见过 没见过 可能以前在电视上或者说那个网上看过 薪资进去也是头一回 那我们现在就去另外一条生产线 也是独立的电子钢琴的产线 去看看 这也是一条完全独立的生产线 就是他们在生产那个keyboard的架子 跟那个按键 这里每个生产出来 它会有那个系动设备去测它每个按键的那个一致性 嗯 哦 就看这些东西对于这个强迫这种都是一种疗愈 然后这边是那个在这里他们进进一步的加工 然后最后再组成成品 哎我记得以前你们是不是有一展厅来的 在那个一楼 要去看看吗 能看吗 当然可以 走吧 走吧 哦 哦 好大 好大一个 以前您来过这吧 应该 对我上次来我来过 这个还是我们当天的上海展 拉回来专门的 展厅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面 我们公司最早起步的时候 做的是小天使 我们英文叫Turb 这里包括了我们公司 这么多年来 几乎所有的各种的产品 都在这里 譬如说我们这里 我们稍微新一点的 机械电子节拍器 然后电子节拍器 DT20 骨降音器 早年在这里面 机械节拍器 就是小天使里面 最著名的产品之一 在国内非常受欢迎的 骨针的专门的调音器 这我们有完整的专利 XNation 对 学骨针的 它特别方便 然后这里就是各种各样的 电子节拍器 这也没有在生产的 像这个910 全机械式的指针表头 当年是性能直奔Cog 一模一样的性能 我们达到原生骨效应器 设计看起来挺有意思 骨的调音器 对 骨有个频率 调那几个通骨的时候 拿这个来校准它 各种的打击的练习练 牙骨练习练 帮助小朋友 练习打鼓 什么的 鼓手的节拍器 就有见过 见过 甲式的像器 实际上这款产品 是非常有意思的 小天使当时是全球独创 这个当然是真真正正的 从卫科发明专利来的 开创了这种形式的产品 这个会有很多的变体 感谢04年 从这个夹式往后衍生出来 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设计的夹者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不同的型号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有一些纪念意义的 比如说很早的时候 那个夹式的里面做的比较高端的一款 并且在全世界卖的一些相当好的一个销量 这个叫做WST900 它精准度非常非常的高 它的性能甚至可以说是在这当年 是超越了日本的Cog Boss那些品牌的精准度 是我们今年才推出的 WMT560三合一的 夹式的 这个是我们的Tune的状态 它会有节拍器 接下来也有节拍器 对 现在的设备都是轻身小型化 所以我们会装备设计 这个就会有三合一的功能在里面 这挺方便 对 而且它是内置锂电池的 对 能充 你拿那个USB-C 这里USB插上去 它很快就充满了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这我们的新款 这去年推出的 就我在用 在用 这款也是我亲自设计的 好像就精度很高 能调得特别细 是的 并且它有个金属的夹子 这个会比较结实一点 对 不容易断 成本所限的 那塑料的 它用久了 会老化 对 这里这些是一些我们的工艺品 以及我们早年的一些没有量产的 像这些 有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们会有些工艺品类的 这里实际上是里面是一个解白器 哦 这里是我们公司这么些年来拿到一些荣誉 比如说我们会有中国轻工业乐器行业实强企业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全球排名前225位的乐器行业的企业 设计类的有IFG我们的无线 我们公司的做配件类的另外一个牌子叫做Mucido 我们在国内叫做妙士多 其实它的产品跟TRAP会比较类似 但是它的价位又相对更轻敏一些 更便宜 假式的TUNER 比如说像这些 这个在我们全球卖出非常庞大的量的T-4S 这里还有我们比较经典的T-4S 魏科的历史上 如果按单个销量来算 这个可能排到前三几百万台 应该是有 这个叫做MT-31 这个东西在国内可能如果是年幼的学古增的 可能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可能有15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停产 新款一点的 这MT-32 嗯 一 二 三 节拍器 对 节拍跟叫音器 六 在这里会有一些我们的配件 平常学吉他用的那个变调夹啊什么的 这都是全部都在我们工厂内部生产出来的 会有不同的型号 手指练习 对 到这里这个大的展厅就是我们NUX的展厅 这是我们全系列的电吉他音箱 和木吉他音箱在这一边 我们NUX的电骨从最早的只有DM-3 DM-5的型号 经过大约十年的发展 然后现在已经有整一系列完整的型号 嗯 我们有了DM-200系列 7 8 整个这个系列 然后呢 都在这里面 17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设计类的 红星奖 19年 我们的DM-7 再次获得了 红星设计奖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效果器 单块类的效果器 最早的从我们的 FORCE系列开始 是双彩钉的 然后到我们CALL系列 后面再到我们的那个 mini-CALL系列 这个很有意思 这是我们的大黄蜂踏板 效果器板 两层的设计 非常方便 那个吉他手 你把它放成两层 我们弹吉他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各种的 NUX的品牌的效果器 就是我们的Cerbrus Traden的上一代的 对 然后呢 我们的N-LIFE 我们最新卡 新卡 最新的产品 MG-400 也是我们新款的产品 然后这里是我们 全系列的无线B6 这个在国内外 现在都非常受欢迎 Sax的是吧 对 Sax是专用的 第一代的无线是B2 后面是发展到B5 B5RC 还有会有更多的 新的无线的产品 在陆续的推出来 我们的30 这是我们现在的 王牌产品之一 MG-30 对 这是什么没见过 这个没见过 这个有意思了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 在中国当年 完全中国人开发出来的 第一台综合效果器 全模拟电路 叫做Neo X07 当时是在2005年 我们开始立项去做它 在07年就推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帅帅的 潘高峰先生 然后这里是我们 全系列的Core系列 对 还有下面 全系列 这里是MG-100 Neo X品牌底下 第一台入门级的 那个综合效果器 然后这边就新一点 我们的Vadoogle系列 现有的型号 差不多都在这里 下面有个有意思的东西 这是我们当年第一个 便携的吉他效果器 看到它非常可爱的外形 其实我们的Mighty Plug 就是基于最终的点子 基于这个东西 09年开发的项目 不过已经停产了 再过来 就可以看到 这是陈磊签名款的MG-20 这我也没见过 现在也没有在生产了 这边这系列更有意思 Neo X品牌真正的第一代效果器 是这一系列 看了就够老的 像这一些AS-3 整个的设计都还是上一个世代的风格 最早的Neo X的logo还是这个样子的 这么打开了 里面放电池 还是这么设计的 从这里过来 做了整系列非常多的型号 MG-200 我们最早的FORCE双彩钉系列 这个其实是VDUGO系列两彩钉的前身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MFX-10 从这一台里面 后面发出来的MG-20 再到后面我们才出了我们的MG-30 在很多年前就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一点点积累 都是历史啊 对 中间这里头 这里是我们的电缸 几乎全系列的电缸都在这里了 520 310 310是我们现在的主力的型号 NPK-1 这是我们最新款的NPK-2 好的 我们大约今天的到展厅上介绍完B&B了 我们还有流名版 签名是吧 对 我上次来没签吗 签了签了 这不是吧 有 是 对 当年的签名 这里会有来自真是全球各地 什么国家的都有 还有 1 2 2 3 4 5 那小伙伴们咱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 祝大家工作生活事业一切顺利 每天都开开新生点 每天与好音乐相反 哎呦 累死了好久不打了 大家一定有好身体啊 没事多锻炼身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